我們昨天本土的病例新增加了23,665位 境外移入的病例有143位 那死亡的病例有25位 民進黨挺林志堅論文 有沒有這個學位對於我參選討論文市長其實並沒有影響 只要將雞包包著個雞包 再包著個雞包 包著那張雞包紙 再包包包包包 包著個紙包機 這兩天民進黨完美地向社會大眾示範 紙包機的終極進化 要如何用紙包注火 只要你不承認就不算有傷起來 之間的學位都已經原產地註銷了 一路爽的新竹小寶貝 遭遇從政以來最大政治危機 面對最高學府的認證抄襲 小智昨晚在臉書遺憾表示 本該秘密進行的學輪會 不斷透過獨家新聞對外放話 召集人蘇宏達院長為誰先判 調查前就先定调為醜聞 白口默辯就是我此刻的心情 如果當初我沒有同意於正皇 使用我的民調資料作為論文題目 是不是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事情發生 不是啊小智 這話就說的不對了 如果當初沒有給民調資料 你就沒有論文可以抄了 只要你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還是說你認為台大是國民黨的側翼組織 台大昨天學輪會的部分 在程序上讓我覺得確實有一些不功勞 雖然對於學輪會的這樣的一個決議 覺得相當的遺憾 也難以接受 但是我是相信台大的 我相信台灣大學 未來還是會為國家培育出非常多優秀的青年學子 現在重點不是你將不相信台大 而是台大不相信你 民進黨黨中央昨日也發聲明 質疑學輪會審查過程未公布 相信您之間個人清白 希望有心人士不要藉此抹黑潑髒水 台灣的防疫決策 從3加11 疫苗和快篩採購 會議記錄從未公布 現在的民進黨竟然要求公開透明 黨內的同志們打開了八個錦囊 都寫著全黨就一人 我閉上眼睛就是天黑 人多了就沒有是非 小智的超跑列車 還沒上車的快上車 我們支持之間繼續努力 尋求後續的救急 捍衛自己的人格 捍衛自己的青白 台大今天很突然的就發表了 他們的這個結論 但是對於相關的當事人 所提出的論證呢 實際上並沒有充分的納入 我們相信在未來呢 一定會能夠真相大白 還給他清白 之前市長他也對外做了 很好的說明 來捍衛他的權益 他有清楚的說明 他的論文行程在前 不同的看法 我想應該讓他完整的呈現 這部分由林志堅 以及競選總部的團隊去說 還有誰 這個是有關學輪的事情 是一件專業的事情 那專業的事情 就在體制內去解決 我相信林志堅市長的誠信 他不會抄襲 也不可能抄襲 如果身為一個民代表 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看到不白之冤 不能夠協助 自私的想到自己 只考慮自己的聲量 自己的選舉 這一點我做不到 協助林志堅跟鄭文燦 好像是我命中固定一樣 林志堅的論文指導教授 林志堅的論文指導教授 國安局長陳明通AKA綠營碩士產生器 也回應若台大針對他啟動學輪調查 他將進行完整說明 但此時正處在台海及區域局勢動盪之際 捍衛國家安全 仍是國安團隊的第一要務 是誰在做選舉上面的一個操作技能 要變成他好像是台大 真正的受害者是他囉 林志堅市長 你沒有資格服務我們桃園的市民 三次邀請林志堅出席說明 但是他始終沒有現身 取而代之的是民進黨人士 漠視學術自主 鋪天蓋地的對台大抹黑抹紅攻擊 陳中一開始就一直在幫林志堅背書 也說他們是最好的盟友 我當時其實就有提醒陳中部長 民進黨的支持已經嚴重發言 身為牙醫師要趕快拔除 上了這台林志堅的超跑失智列車的人 也應該公開的向社會大眾道歉 大致若愚 小致超愚 林志堅的維基百科 台大國發所說是學歷 直接被盪掉標註撤銷 眼球中央也將舉辦論文超度法會 針對綠營質疑 林志堅團隊當天凌晨已發信 通知願意出席說明 一早卻遭台大開記者會突襲儀式 半路殺出一個黃國昌 對著林志堅的臉就是一陣輸出 痛批學輪會約談小致三次都不出席 等到作出決議 並在8日以掛號寄出通知 林志堅才在9日凌晨 透過律師急忙發出Email 表示要約時間出席說明 這麼清楚的時序 竟然有臉指責台大 是在他表達願意親自說明後 突襲急著召開記者會宣布審查結果 可以這樣胡說八道嗎 民進黨的調皮戰將 自帶流量的嘉宇也在臉書合體兼割 表態挺肩到底 我覺得好好處理就是 這件事情應該可以化為機為轉機 黨中央應該會有這樣的智慧 一失五命當然是最壞的情況 但我們不希望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相信就是說 在妥善的處理之後 我相信就是誠實的面對 我覺得大眾都能夠接受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或者是行政首長 能力絕對比學歷還要更重要 那誠信當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這兩個禮拜來 我自己黨內 也有有台的節目 已經公開 指名道姓罵我王世堅 也有發動要用黨紀 要來開除我 換肩的結果最後不是換林世堅 是王世堅被換掉了 所以對不起 如果說台大是中共同路人 那大家就一起當中共同路人吧 知道世界上最遠的距離 不是滿18歲 而是碰到影片地區限制 說好不要佔國家 我們直接跨國家 這時候你需要的就是Surfshark Surfshark是一款提供VPN服務的平台 一鍵把你的IP定位在普通的國家 95個以上國家任你選 賬號沒有限制使用數量 一個訂閱無限數量同時在線 寶可夢阿北用起來最划算 不是要你看藍 是要你看資訊藍 現在使用老額的專屬折破碼 OMGOOSE 免費使用3個月 享有17折優惠 還有30天退費保證神功鋪體 散展一聲試試 欸 公主來了 你是你要記得 是拿摸來的 不是啊 我照著書上自己做的 你有布嗎 用你的窗簾布啊 以外部的設計精神 從時尚圈紅到電影界 伊勢米阿比的幕後推手 日本傳奇設計師三才醫生 昨日傳出令人難過的消息 あのパリの伊勢三宅事務所によりますと 8月5日に東京の病院で 友人団に見取られながら 亡く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肝臓癌でした 本人の意向により 葬儀告別式は行わないということ 三宅一生 本名三宅一城 1938年出生於日本廣島縣 美國1945年 在廣島投下原子彈 一場原爆奪走14萬人生命 三宅母親也死於輻射庫路 裁免僅7歲的他 親眼見識過戰火的殘酷無情 認為比起破壞 更想用設計帶來美麗和快樂 自此奠定一生投入設計的初衷 也因不想被貼上 在原爆中倖存的設計師標籤 受到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的反核演說影響 三宅曾以一篇投書 向英語世界宣告自身原爆經驗 坦言過去自己選擇迴避廣島議題 但現在意識到 若要讓世界擺脫核武 就必須正式討論 反映了三宅一生反核的政治立場 真是很光核的 但是有點重 你覺得你喜歡哪個城市 你覺得你喜歡哪個城市 你覺得這個城市也不錯 但你最喜歡的城市是広島 那是現實的 1965年遠赴巴黎球全 1970年成立三宅設計事務所 何年誕生EasyMeRP品牌 1973年首度參加巴黎時裝周 智力研究布料與身體間的關係 1980年代後期 他開發出一種穿着舒適兼 方便保養及生產製作的新技術 一生褶 也稱為三宅一生代表作 三宅褶皺 融合日本傳統美核心素材展新設計 三宅月身引領潮流的世界 及設計師之一 領域畫族服飾 包包以及香水等等 以故蘋果創辦人賈博斯 總在產品發表會議一席黑色高領上衣現身 賈博斯曾在自傳裏透露 他請三宅一生替自己製作高領黑色衣衫 結果三宅做了上百件之多 數量夠自己穿一輩子 以一塊布圍圓點出發 三宅把布料從2D平面轉變成3D立體結構 讓整件衣物部出現一個接縫 變化出面料與造型的新趣味 謝謝三宅一生大師 帶給這世界無與倫比的美麗 常常做得到 誰也沒有接受的工作 要做得到 當成功成功成功 我會很嬉しい 我會很嬉しい 尾巴衝突 厄屋戰爭還沒結束 台海兩岸仍在緊接備戰 遠在中東的加薩走廊卻搶先開打 尾巴衝突再起 以色列在上週五展開破曉行動 向加薩地區發動空襲 目標是當地的伊斯蘭聖戰組織 該組織也不甘失落 對以色列發射數百枚火箭反擊 雙方直接把火箭彈 當作跨年煙火再放 衝突持續三天 共造成43名巴勒斯坦人喪命 其中包括15名孩童 還有超過300人受傷 以色列當局則指稱 這些兒童是伊伊斯蘭聖戰組織 目射的火箭而死亡 截至8月7日共發射580枚火箭 月28位命中目標 落在加薩走廊 破地中海等地 其他落入以色列的火箭 有97%都被鐵穹防衛系統攔截 加薩走廊 自2007年起便由伊斯蘭組織哈馬斯控制 去年5月以色列和哈馬斯 就曾爆發11天的軍事衝突 而這次以色列的目標 伊斯蘭聖戰組織 與哈馬斯同樣 被美國和歐盟等政府視為恐怖組織 宣誓要毀滅以色列 此次衝突爆發的起因爲 以色列一日在境內 逮捕該組織的武裝分子 導致組織揚言要為同袍報酬 以色列便于2日開始 相繼關閉加薩邊境道路和過境點 並在5日先發制人發動空襲 以色列不仍會抵觸 我們嘗試抵觸人 這個國家是0分的 在每個禮物的地方 相較於以色列 僅約兩人受傷 部分房屋和車輛受損 伊斯蘭聖戰組織 則有數名高級成員 和至少兩名指揮官身亡 經過埃及居中協調 雙方達成停火協議 並於當地七日晚間 11點半生效 雙方在停戰協議生效前 都還在發射火箭 即便是在停火後 境內和邊境衝突仍持續不斷 在這個追求和平的時代 還有打不完的宗教衝突 最終受害遭殃的 還是住在當地的無辜平民百姓 我心裡很難過啊 快追蹤訂閱老天鵝娛樂 隨時掌握最新動態